過去那個情政 這個連結愛鄉土的民進黨 難道已經變了嗎 過去那個有理想的民進黨 難道已經變了嗎 很多過去的民進黨支持者 的確有這樣子的一個疑惑 我們現在要講的一個人叫羅文嘉 大家知道他是前 陳水扁總統的貼身幕僚 那也在民進黨黨內 做過非常多的高官 他今天接受聯合報的採訪 他就講了這句話 他說其實絕對的權利 就如同蔡總統講的 絕對的權利會帶來絕對的腐化 民進黨已經不是我所熟悉的政黨 有些處理事情的界線 超過我的理解 他當然沒有講得很清楚 什麼界線 可是這裡頭有非常多想像的空間 他還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民進黨遲早會出事 可能因為在選前 你知道他又回國 他本來已經放諸山野 過著自由自在的日子 因為在2020年的大選前 他又重回民進黨當秘書長 可是你可以看到 羅文嘉他在選後 無冠一身輕 完全是裸退的狀況 他沒有任何位置 他現在又下鄉 去做他的農夫去了 他說他在去年要接這個秘書長之前 就有人跟他講說 現在的民進黨跟以前的民進黨 不一樣 他那時候可能還有一些想法 他說黨內的人是在怎麼變換 有些東西不會變 可是經過走了這麼一遭 他必須說 民進黨從政黨文化 派系生態乃至於政黨的價值 有非常多的改變 當年那個在街頭衝撞 充滿理念的民進黨 如今已經成為世俗化的政黨 我相信羅文嘉 他應該算是民進黨的高層 他這樣子的覺悟 遠遠落後在地方基層民進黨員 他們的感受 其實錢子 他講的這些話 你是今年聽到的嗎 其實有很多民進黨的前輩都講過 對 在蔡英文還沒有執政之前 就已經陸續有類似這種前輩講的話 都是基層的人出身 你常常聽到的是什麼 屏東的黨部 哪一個資深民進黨員 他又說民進黨 已經不是以前的樣子了 民進黨不像以前我們有理念了 這句話已經講多少次了 但是這是第一次 有黨務這麼高的秘書長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前秘書長 由他來講出這樣的話 而且羅文嘉何許人也 你還記不記得 他以前除了是童子君 包括馬永成那些 陳水扁的幕僚其中一位 他是非常優秀的文膽 再加上你要記不記得斷壁事件 在拔河的斷壁事件 台北市的市府的時候 對 那第一個 誰出來負責任他 他是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他頭腦之清楚 跟我們那時候採訪的時候 曾經有形容過說 他的外表跟他的處事 完全沒辦法 因為看起來他很稚嫩 但是他做事非常成熟 所以我相信這些話 應該是他感受的 加上他多少年 陳前 現在再出來 每個人都說 陳前之後會有不同的看法 這一次你看他依然 他看到這樣的民進黨 他有沒有不幫 他照幫 還幫民進黨拿下史上最高票 這就是羅文嘉的為人 所以他講出來的話 變成在黨內變成是一個 木古城中 真的是這樣子嗎 希望可以一語驚醒夢中人 不過羅文嘉 有人說他可能太理想化了 因為如果不是世俗化的政黨 怎麼執政 那他到底太過理想 還是說他標準太高 不知道 不過現在 其實世俗化沒有關係 那羅文嘉 不要變成 他應該本來想用另外一個字吧 媚俗化的政黨 媚俗或世俗 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個 林卓水 這個是比羅文嘉 他更資深 更資深的大前輩了 他說羅文嘉還說得太客氣了 前年我是這麼說的 民進黨已經失蹤了 不見了 邪學民進黨 世俗化是難免的 對 世俗化 你知道你人不可能 一直抱著理想獲獲 你可以世俗化 可是完全不世俗化 也不會有民主政治 但是什麼都沒有 理想價值都沒有了 只剩下世俗 那就糟了 世俗是什麼 其實我們就要為世俗做定義 什麼叫理想 理想就是衝撞 那時候民進黨就抱了一些理想 包括反核 包括民主 包括自由 但是那些叫做理想 你抱著沒有錯 林卓水講的也沒錯 什麼叫世俗 我們政黨必須要跟老百姓 就是人家講的 翻譯叫接地氣 但是完全接地氣到 你只剩下跟利益團體勾結 那就是林卓水的意思 只剩下世俗 你覺得他講的沒有錯 確實是他擔心的是這個 是 其實很多愛護民進黨的前輩 或者是一些 我們台灣的民眾 還是覺得非常感慨的 尤其是由羅恩嘉講說來講的話 我們來聽聽看 這個羅恩嘉 他今天是怎麼說的 我覺得民進黨很正常的發展的軌跡 民進黨在過去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中 它是一個社會運動型的理念政黨 現在是一個正常民主國家化的政黨 也就是說世俗化的政黨 這是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很正常 所以我們當然對過去的 這個理念型的政黨 很多人會有懷念 但也必須務實面對在現實的正常 一般民主國家的政黨 它會產生的問題 因為民進黨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一定會有各種不同意見 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主張 所以在裡面要尋求一些平和 其實黨內的民主跟黨內的平和 對民進黨的發展中 其實非常重要 好 對於這個黨內的利益 要怎麼平衡 其實這個是關鍵字利益 很多都是因為利益擺不平 然後甚至是做了違法的事情 對 我覺得他應該看到的就是 包括一些政治利益 經濟利益 這些應該都是在利益中的分配 蘆文家看到憂心的 我認為他究竟比較憂心 政治利益還是經濟利益 我相信他都看到了 他看到的政治利益是 為了擺上某一些人 五院這些本來應該有專業的 包括很多專業的 竟然可以用仇用的方式 來擺平正國會 蘇系跟新潮流 你只為了把所有的老大 全部放到該放的裡頭 這是政治利益 經濟利益可能就是像最近爆出來的 蘇嘉全事件 那你要說清楚 蘇嘉全到底為什麼你要這樣子做 我覺得這些人在出來之前 我覺得前者你應該知道 很多政治人物上新聞 並不是大家想那麼簡單說 不期而遇 聯合報特地去訪問他 不小心講出這樣的話 你相信嗎 當然是有很多的動機跟目的的 對 羅文家今天會有 這樣子的這一篇的專訪 我相信他深思熟慮過 他願意接受 甚至跟記者可能有一些稿子上面的商討 他講出這樣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羅文家說民進黨遲早會出事的 我們當然不樂見 行政院昨天通過了紓困3.0的預算 追加了2100億 可是通通是 沒有實際的 跟未來借錢 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把債留子孫另外一種感覺 就是所有2100億全部都是空氣 這是未來我們要怎樣 我們現在先做 但是如果你做投資 OK 我覺得那是一種方式 你把紓困當作是未來投資 我覺得那個風險太大 做行李要有風險 國家做借錢都有風險 你把風險放太多的比例 在於你回收不了的財政數字 未來真的很危險 不過紓困是一定要紓困的 因為COVID-19 新冠肺炎在全世界 全世界的政府都很頭痛 都有在紓困 只是說我們來看看這個紓困 舉債到底合不合理 總共三波紓困 那這次是第三波 所以是3.0方案通過了 2100億的紓困金 全數都是用來舉債 那我們再回去看看 今年的二月 先編列了600億 這個是特別預算 那四月的時候再追加 1500億 昨天再通過第二次追加預算 編列2100億 夯不當當加起來是多少 4200億的特別預算 可是這都是借來的 全部都是這個舉債 通通都是舉債 那我們再來細看這個項目 這個4200億裡頭 花最多的是經濟部 用了2355億 再來衛福部用了741億 交通部 勞動部 農委會 都有這個兩三百億的預算 其他機關合起來 103億 那其實因為這個是災情 疫情是災情 所以我們都願意 用特別預算 只是說你錢有沒有用在刀口上 或是合不合理 編得合不合理 來看看立委 吳怡丁 他怎麼說 他說這個紓困3.0 他自己去看裡頭的細目 他有抓出來一項 他說有17個月 編列9900萬 將近1億 這個是要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播放 防疫訊息給頻道業者 221個頻道業者 大家知道這個過去 在COVID-19擴張時期 不是每天打開電視都有看到 對 我們很多頻道都被徵收 TPBS也被徵收 會有醫師出來講說 要請幾首 要怎麼樣戴口罩 這個就是用來給這些頻道業者 然後還有八百九十多萬 是補助175家的電台 可是需要花這麼多錢嗎 因為老實講 在疫情期間 我們自己新聞大白話 也都很配合 在做一些疫情的宣導 我們很多的時段被徵收 我們也都乖乖的上繳給政府 我們到底有沒有拿這麼多錢 或者是政府需要給這麼多錢嗎 他就質疑說 是不是在買媒體 確實有這樣子的疑慮 但是可能各位觀眾朋友 可能不曉得 你現在收看的電視 聽的廣播 因為它來自於 我們要再上課 很簡單 來自以前我們新聞傳播的一個理論 叫做電播公有 就是這些TVBS 你看插進去55台 然後東森51台 然後三立54台 這些是有電播抓下來 做我開的公司 所以它是誰的 那是老百姓的 所以我們拿來營運 通常要播出一個空間 叫做公共論壇 這個在以前學理非常的明顯 譬如說你賺10個小時的錢 你必須要播出20分鐘 出來做公共論壇 這本來就是我們的義務 而TVBS也做了 很多電台都照做了 這是我們的義務 但是編出這樣的錢 特別去付這樣的費用 我不曉得 你是故意要多加什麼文字嗎 因為如果再去宣傳 這些疫情概念 這是我們的公共義務 應該也算是我們的責任 每幾個責任 那你特別編這9900萬 那就是多了 不是說不能 因為媒體現在也不好過 我也不是希望能夠斷同業的 的前路 我們好不容易有這麼一點錢 其實滿開心的 但是該不該花錢 就跟這2100億一樣 不是說不能做 但是該不該花的問題 如果這個東西拿去別的地方做 是不是可以更有多一點的 需要的人真的幫助到 那我覺得 吳怡丁這部分講的沒有錯 你這個動機 因為他講的是動機 你就是是不是來買媒體 因為這本來是我們公共論壇的責任 是 還有這個林維洲他也特別講了 他說大家看一下 在二月份他先編600億 600億看起來錢不是很多 那他是不是說 你這個項目你都先編不夠 就編少少的 你所需的經費其實不夠的 不服術 然後過了之後 600億 這個特別預算大家還記得 我們就很快就過了 那先上車後補票 那通過之後才說 這個item不夠 譬如說經濟部本來編這個205億 還不夠 我們再追加再追加再追加 你看看是不是有一點 先展後奏這樣子的意味 你一開始紓困2.0 你就編那麼一滴滴 經濟部205億 然後2.0過了兩個月 我又再追加774億 再過兩個月 我再追加1000多億 好像意思是說 我先把你騙上手了 後面隨便你 我一直加碼 一直加碼 通通都要買單了 我就跟你說不夠了 對 除了林維洲講的 先展後座 另外一個就是錢子說的 你是不是故意要站站嘎 站站嘎大家聽得懂 就是一節一節的往上提升 錢子你應該常知道 有某一些公標案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騙的 譬如說我先編了 那我用 譬如說這個是100億的公共工程 但是我89億就標到了 政府一定覺得很便宜 那給你做 但是做了之後開始 抱歉 不夠 你不夠 你不追加個50億 我跟你講這個橋上不去 好吧 那我們知道 再編特別 或者另外再開標 然後就是有他來做 做完之後再做一做說 我的下游廠商又出事了 那我要再多幾一段時間 安全性不夠 我們再追加一點預算 做一做 常常做一做 100億的工程 做到最後89億標到 但是完成的時候700億 我們高鐵不就是這樣來的嗎 很多的公共工程都這麼做 民進黨 你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方法 第三 你會這樣子戰戰嘎 表示你總體規劃不能力不足 你不能一次 我跟你講 你可以有一次再追加小的 我跟你講 什麼叫做追加 沒有人會追加越大的 而且這追加超多的 1000多億 你可以聽到我意思嗎 簽子 如果把這個放過來 我可以接受 紓困第一次1376億 電視說好像不太夠 我追加個700億 然後最後差一點點 追加200億合不合理 好像比較合理 你是戰戰嘎 他一開始只有200億 然後慢慢再加個700億 再加個1300億 這個不是也是 前面600億 不夠1500億 不夠2100億 下一次是不是4200億 那你一次告訴我 你到底要多少 這樣子的方式 會讓人很心不安